大家好,我是叶怡言 当我看完这个综艺节目过后 我就觉得当主持人很有趣 这个当主持人的愿望 就变成了我的未来职业 我觉得当了这个主持人过后 也可以让观众们开心 那想当一个活跃的主持人 我有什么优点呢 我爱说话 因为我爱说话 所以我喜欢看讲说 因为老师觉得我比较会识字 所以就让我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 像华文诗歌朗诵 演讲国文诗歌朗诵等等 那我也会有一些缺点 我的缺点就是没有耐心 有时候教别人做功课读书的时候 会没有耐心会发脾气 我也很爱玩手机 因为我爱玩手机 只想把手机弄丢 我不只会把手机弄丢 还会把眼镜 铅笔和弄丢 那么我该如何成为一名活跃的主持人 我应该多看综艺节目 多向他们学习 发音要清楚 我希望我的愿望可以成真 因为坚持就是胜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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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谢谢 字幕 李宗盛